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上一段影片就講到有關於 抓帶香港馬拉松 不如就不要叫香港馬拉松 因為香港兩外字成為禁語 香港加油成為禁語 即是那種反智和墮落 沒有辦法令到香港人 尤其是有下一代小朋友 一定會想 是要帶他們離開 因為一個這樣的社會 是不適合小朋友成長的 不適合他們生存的 甚至很難解釋給小朋友聽 究竟香港發生這樣的事 什麼原因 是說不到道理 即是你怎麼告訴你 除了那班人 是不是傻的 是不是反智的 那些人 你見到移民潮 其實一直持續上升 有很多不少的西方國家 推出計劃 例如BNO5加1 BNO5加1 最新的數字 已經是去到 6萬5千 接近6萬5千 5個月內 到6月底為止 是有6萬5千人申請 4萬3千人已經批出了 如果今天已經去到 10月底 幾個月後的數字 可能會更加多 更加豐揚而走 看到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在想也好 很猶豫也好 都會下定決心會這樣做 加拿大 沒多久之前 推出救生艇的計劃 給香港人 用讀書或工作方式移民 去到 你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權 加拿大媒體報導 這個計劃推出之後 前四個月 都頗厲害 四個月已經有3,400份 香港人的申請 在2月的時候推出 6月 進一步放寬申請限制 容許香港人 用讀書和工作簽證的方式 去取得當地的永久居留權 加拿大National Post 報導 有關計劃 前四個月已經收到 3,481人申請 不包括家屬 換句話來說 現在可能是 說成家庭 而且 用香港大專和畢業生 讀書移民的途徑 直至7月31日 收到400份申請 不夠兩個月 17份已經獲得取錄 還有 不單是用正式的途徑 還申請政治庇護 去年收到30個申請 處理了20宗 數字是再次攀升 加拿大政府官員說 這種情況是不尋常 這些申請庇護的人 出現這個人數是不尋常 以往是沒有發生過的 這就是加拿大的舊生艇計劃 有BNO5加1移民的計劃 究竟香港人在想什麼呢 最初一個調查 就是講香港人的移民的傾向 剛剛出來了 他們從2019年開始 2020年 大概半年或九個月做一次 多少人打算移民 42%受訪者 又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 沒有打算的 是49.5% 可能那些藍絲 聽完之後 你知贏了一藍 是老袖殘 尤其是那些 網上的KOL 藍絲KOL 包括姓梁那個 一定會說 有成半人都沒有打算移民 如果香港 如果你看到 有42%的人打算移民 如果他們真的全部都走 香港是一個什麼局面 如果人一藍 老袖殘 那些藍絲 還在尖尖自喜 有一半人沒有打算移民 你覺得是否值得高興 有四成多人打算移民 這個數字 其實是 和過往的比較 這個調查比較 是近次的 是相約的 打算移民 那42%的人 有幾多人真正正在做準備 章恨四成 即是說他們不是很搡臂級 是出現的 是真的 是會做準備 什麼是做準備 簡單地說 是看資料 甚至是填表 找移民顧問 看當地學校的情況 住宿 就業的情況等等 這就是亞太研究所數 不是鍾廷耀哥做的 亞太研究所數是很持平中立 成功訪問了超過18歲以上的香港市民 亦有調查 亦有關注他們覺得香港是否適合居住 這四成人打算移民 連續有四成受訪者打算移民 亦都在計劃或著手準備移民 將近四成有移民的準備 究竟他們是怎樣想的呢 第一 他們熱門的移民地點是甚麼呢 除了有將近一成半的人未有決定之外 最多人選擇的是英國 兩成多的人去英國 接著是加拿大 一成多 接著是澳洲 接著是台灣 為何選擇去英國呢 原理很簡單 因為門檻相當低 比台灣還低 台灣的門檻是挺高的 要投資 要在那裏 生意要維持一段長時間 要請當地的人 越來越高 澳洲和加拿大那些不用說 如果真的投資移民的話 整個身家都不夠 相對比較容易的是英國 基本上 除了給MEDICAL INSURANCE 或者NHS的錢 等等的費用之外 基本上不需要你有任何投資 你是維持六個月的生活費 你證明到你的所謂的財政 充裕的程度 足夠六個月就可以了 其實六個月不是很多錢 你計算數不是很多錢 而且英國政府也推出不少計劃 如果你在這六個月內 或者六個月之後沒有錢 很窮 都有機會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准拿所有公共福利的開支 後來就開始改變 就是說真的 當然要調查 要申請 真的沒有錢的話 他不會餓死 不會要你睡街 是可以拿到福利開支 對於香港人來說 當然很多移民來這裏的人 早前有一個調查 香港人組成的港橋協會 移民來英國的人 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 最低的工資 有幾萬元一個月 平均工資有三萬元一個月 高那些當然有 而現在教育程度 很多都是大學畢業 有碩士也有博士 即是要獲得英國福利的人 我想是絕無僅有 現在打算的移民 仍然維持四成以上 著手移民的人 將近四成已經是著手移民 為何要走 都是因素 香港政治不民主 香港民主倒退 香港沒有民主選舉 最多 然後不滿意特區政府 不滿意特首高官 不滿意政府的政策 兩成多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 兩成 香港自由包括言論自由 人權的情況變壞 喪失新聞自由 將近兩成 不滿意中間政府 中間政府獨裁 中間政府對中間政府沒有盡心 一成二 怕不滿意國安法限制自由 國安法破壞香港法治 一成 香港經濟情況欠佳 經濟沒有前途 一成 樓價太高一成 你看到 佔主導那些 超過兩成那些 都是香港不民主 不滿意香港特區政府特首 香港政治太多爭拗 和香港沒有自由 這就是 香港人離開的原因 這也是一字那麼淺 你看到香港現在日益 墮落的情況 日益反治的情況 你沒辦法 沒辦法不離開 這個和特區政府所宣傳的事情 很不同 特區政府宣傳 你覺得很可笑 例如 例如 國安法 立法會 所謂完善了選舉 一有了國安法 就由亂入治 大家高興都來不及 敲鑼打鼓要慶祝 大家會這樣看 由亂入治 然後就是 完善了立法會選舉 現在12月後正式在這個 完全立法會選舉的機制 底下 然後才選舉 但現在是怎樣 現在所有的 泛民已經退出了立法會 所謂總辭 連留下的 鄭松泰 DQ了 連做花瓶的陳佩妍 講明下屆不選 然後就是 民協沒有人參選 民主黨沒有人參選 換句話來說 有湯家驊 民主思路 和迪志遠 新思維 說要參選 下一屆立法會 會有這些花瓶存在 但是 當這個立法會 連一個民主派都沒有 將來會有花瓶 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特區政府就說 這個立法會 監察政府的能力比以前更強 你會看到 你聽完這些說話 稍為有識字 不是文盲 我們不要小看文盲 文盲不識字 也很懂道理 是吧 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大哥 你在說什麼 在立法會裡面清一色 全部在歌功仲德 小馬大幫忙 竟然覺得 監察政府的能力比以前更強 現在就是 每天都聽到這些反智的話 令到你 自己腦內的細胞 會加速死亡 如果你相信 你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話 這又是一個問題 你如何解釋給小朋友聽 究竟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發生著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 不單止 現在考慮 移民 或者已經著手移民的人 我相信大多數都是 那些 對自己的子女成長 對自己的子女教育有要求 主要是中產階級 自己受過教育 在香港是一個黃金時代成長 今天你的孩子可能是 在讀小學 你如何去忍心去接受 這種反智的教育 現在學校裡面 每個星期又要升旗 又要唱國歌 又要國安教育的元素 又要國民教育的元素 放在這裡 現在網上流行 一個 中文書 那個說法就是 我女兒的本中文書 內容是什麼呢 是怎樣寫的 現在的中文書 有中文又有漢語拼音 讀普通話 施華說 我有黑眼睛 黑頭髮和黃皮膚 郭強說 我寫的是中文 嘉欣說 因為我的媽媽是中國人 所以我是中國人 子龍說 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我是中國人 老師微笑著 點點頭說 大家都說得很好 這就叫做 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 可能會有國安教育的元素 OK 好 網友開始分析 你沒有辦法不走 有小朋友沒有辦法不走 因為很反智 現在這間的狼狼很反智 他說 我有黑眼睛 黑頭髮和黃皮膚 所以我是中國人 如果是韓國人和日本人聽到 他覺得怎樣 韓國人和日本人都有黑頭髮和黑眼睛 都是黃皮膚 黑頭髮和黑頭髮 不單止是韓國人 日本人的亞洲人 有些 非亞洲的地方 都有可能是黃皮膚 黑眼睛和黑頭髮 我寫的是中文 所以我是中國人 那新加坡人呢 馬來西亞呢 王明志呢 他們的中文好過我 分分鐘 他都是寫中文的 那是不是中國人 他是馬來西亞人 是新加坡人 因為我爸爸媽媽是中國人 所以我是中國人 現在就說馬來西亞華僑 陳芳宇 爸爸媽媽也是 有人告訴我 他不是在大陸出生 爸爸媽媽是在馬來西亞出生 他早輩是在大陸出生 很多都移民過去 大家都知道 中國男人食 有政治動盪 黃明志的同胞 在馬來西亞的同胞 很多都是 爸爸媽媽是中國人 是中國移民過去 那是馬來西亞華僑 接下來 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我是中國人 不要玩了 香港有很多外國人 不可以叫外國人 少數族裔 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 他們早上 早上即是早父輩 在香港 都不知道十幾代 比我 在香港要上數他們的 組織 比我在香港 我是我父母 在大陸來 一代 然後我是第二代 我下一代是第三代 他們是十幾代 他們是在香港出生的 香港印巴裔 小組織裔 尼泊爾 在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所以他們是不是中國人 你小朋友受這些教育的時候 你閉上眼睛 是中國人 黃皮虎黑眼睛 路的全印 這樣就完了 如果你跟他分析這件事 如果你的同學 這麼巧的同學 這麼巧 在這個 班裏面 有一個印度人 有一個巴基斯坦人 有一個尼泊爾人 有一個孟加拉 孟加拉比較少 通常都是印巴 他覺得自己是什麼人 他告訴你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這個最好的 是吧 這個大家都是一個公約數 但你說不是 你不只是香港人 你還要是中國人 因為你是 在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所以你是中國人 他是講廣東話的 甚至有人懂國語 懂得中文 OK 他懂得中文 尼君雅就懂了 中文都比我好 你不要看他 不是黃皮膚 他是黑眼睛 黑頭髮 皮膚相對比較深色 皮膚相對比較深色 鼻比較高 比我高 那麼他是不是中國人 他不會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只可以說自己是 香港人 巴基斯坦裔的香港人 是吧 所以你要強行 將香港人 將中國人 這個身份 加在他身上 他會覺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說 那個小朋友 在學校的時候 見到 利君雅的同胞 就跟老師說 他是不是中國人 那個同胞 巴基斯坦人 印度人 他怎樣去講自己的身份 讀這本書的時候 斯華說 我有黑眼睛 黑頭髮 和黃皮膚 郭強說 我社力是中文 家欣說 因為我爸爸媽媽是中國人 所以我是中國人 子龍說 我是香港出生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所以我是中國人 那個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就說 我也是香港出生 那我是不是中國人 在這樣的反治教育下 我想問一個問題 香港人怎麼可以不走 尤其有小朋友 你怎麼忍心給小朋友 受這些反治教育 這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課輸 還有很多 將來在大陸那些 什麼學雷鋒 那些會不會 放在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 外國主義教育 會不會放在香港 大陸式那些 會不會 我相信機會是極大的 一定是報這個後質 現在的目的是什麼 現在的目的是 要消滅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你只有一個身份 就叫做中國人 這個我覺得是很清楚的 沒有香港人應該的身份 甚至 連廣東話 去學中文 我想機會都 遲些都會 全部去剷掉 沒有的 他要消滅你香港人的身份 如果你說成個源頭 說2014的雨晨運動 2019的反修例運動 那源頭是什麼 我和大陸那些當權者的思路 我捐入他的肚子裡面 捐入他的腦裡面 去想他們怎麼想 那源頭是什麼 源頭就是 源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大家覺得是不是 因為你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因為你有一國兩制 他承諾了 說好了也要一國兩制 要香港有普選 所以 因為有這樣的承諾 在基本法裡面寫了 因為有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所以你這群人 死心不惜 要香港有普選 要有什麼高度自治 要覺得大陸的干預不對 在他的思維裡面 只要消滅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沒有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就會天下太平 萬事大吉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思維的方式 所以他一步一步 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而逐步消滅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你看得到的 他在教科書裡面 沒有提香港人 香港加油也不行 目的就是這樣 那我就想問大家 你在香港長大 在香港出生 你土生土長 你生個夏代出來 都希望繼續有香港人的身份 如果他告訴你 夾橫要剝脫香港人的身份的時候 你有能力 你是不是應該離開 我先不要說其他事情 我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環境下 消滅了我 自小的時候 一路成長過程裡面的身份認同 遲些很多歷史都會改 現在都正在改 2003年沙士因為祖國的照顧 祖國的關懷 祖國的幫忙 我們才可以戰勝沙士 是不是 歷次的金融風暴 好在得祖國泵水給我們 才解決國際大鱷 打敗他們 戰勝國際金融風暴 令香港能夠賴以維持 國際金融中心的身份 歷史正在改 歷史正在改 我們保存不了 繼續在這的時候 很快就忘記了 2019年 反修例運動是什麼 純粹兩國勢力干預 是黑暴 因為蘋果日報 因為黎智英 現在沒有了 清除他們 搞定了 油亂入治 就是這樣 你有小朋友 你怎麼可以不走 怎麼可以令他們繼續在香港 受這些 這麼墮落 這麼歪曲 這麼反智的教育 我想問 四十幾個巴仙的香港人 打算移民 裡面有四十幾巴仙的人 是著手做 我相信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部分 很多人是沒有 坦白地告訴你 想要走的人 我相信 比這個數目 是更加多 真的走了的人 也會更加多 有很多 是根本 不需要說 香港不需要 不需要 去Declare 不需要 去申請 不需要去向政府報 是不是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藍絲就沾沾自起 覺得 走完就好了 沒問題了 香港天下太平了 看看怎樣 走下去會什麼程度 暫時見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靜好方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請聽到 娜娜 3 4 7 4 4 6 10 4 5